这个是我今天刚下公邀的时候看见的 当时就是旁边还有其他路人 然后他就很专注的完全身心的 就是投入到了自己的练习当中 很羡慕他这种很投入的状态 这也是当下很多年轻人缺少的一种状态 看到他这个样子也想到了 就是为了梦想奋斗的其他的年轻人 当时也感觉他身上就是好像有一种光环一样 就是那个为了梦想一直在奋斗的人 他们自身都是会发光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